今天消失非常地高興 看到各位觀眾在這裡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呀 明年時事抖入憶 好壞喔 晚上好 晚上好 剛才黑人香片帽子現在也在 是賣很賣就對了 是我們什麼觀眾朋友都免費 免費宅啊 四老闆你們東西做得不好 為什麼還要打廣告 不是我只是想要講免費宅而已 我們賣到省股的東西 你打廣告 衝得不輸 我們睡得很壞 賣到很壞 那個帽子真的好看 那個帽子真的潮 沒有戴自己的帽子 沒有我是要搭配啊 我今天穿的是復古的條紋 我就要戴這種老帽復古的 這搭配的好不好 衣服不是亂穿的 不是亂穿的 現在適合買油電混合車嗎 我跟你講只要你用得到隨時都適合 真的啦 你今天你遇到一個女孩子 要結婚了就是要結婚了 哪有人會問說現在適合結婚嗎 有可能結婚是一個衝動 要想要結婚 要結婚了就該結婚了 要用車就該用車了 就不用擔心就給他 處理下去就對了 我剛剛要宣導到一半喔 那個過年現在天氣又很冷 大家衣服要穿夠 然後要注意行車平安好不好 過年前最容易出車禍了 真的真的 油電混合車保養跟維修會比油車高嗎 不會啊維修會啦 可是它其實像FIT不夠久嘛 那你如果是以往年的雷克薩斯 或者是頭佑大的油電車來講 它比較容易會出現 大家最常講的大電池的問題嘛 大電池的5萬左右嘛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好像煞車吧 不知道煞車的煞小 不過整體看起來 我是覺得那個算是很便宜 保養是一定便宜的啦 光沒有那個什麼煞車皮啟動馬達 少了一些零件 不是沒有煞車皮 就是煞車比較沒有需要這麼常換 應該是這樣講 機油啊什麼的 反正會比較便宜 但是東西壞會比較貴 可是妥善率的確還是不錯啦 輪胎是大家都要花 所以就還好 2021奧德賽妥善率好嗎 操控安全性感覺如何 我是沒有在感受它的操控啦 我就覺得那一個那麼大台的車 應該也沒有什麼操控 就算還算舒服 那妥善率目前看起來也蠻好的 安全性我不曉得 可能要看一下國外的撞擊測試 我沒有去研究 不過奧德賽目前看起來二手新車 都還算產品力很強的車子 為什麼要前後配的輪胎 通常前後配的輪胎都是後輪驅動 所以它的那個驅動輪它會做比較大 那為什麼只有後輪驅動 驅動輪要做的比較大 因為後輪它只有驅動 它不負責轉向 照道理來講你又很懷疑說 好啊你說後輪驅動後面可以大一點 那為什麼前輪驅動車沒有前面大一點 因為前輪還要負責轉向 所以它太大也會影響你轉向的操控 所以如果前輪驅動就比較沒有前後配這件事 那後輪驅動才有前後配 因為它大並不會影響到它的操控 可是可以增加它的安全性 大概是這樣子 比較推薦的旅行車款嗎 其實旅行車你的選擇性就那幾個啊 那種福斯的啊 或者是雙B的旅行車啊 或者是那個叫什麼 Skoda的旅行車 高爾夫的旅行車 奧迪的旅行車 那日本的更少了 Mondeo有旅行車 Mario旅行車 日本的很少啊 日本可能就大概就這樣而已吧 我記得 對啊那就是看你喜歡哪一種調性的車子 標誌旅行車 我坦白說我已經很久沒有研究標誌的車子了 因為我覺得標誌太小眾了啊 然後賣的也沒數量沒那麼多 當然它是不可避諱它是一台好車 可是問題是看到它在二手車後騎的那種 折舊真的是很慘不忍睹啊 我知道有很多標誌的車主都很喜歡這個廠牌 很喜歡自己這台車 那前提之下是他們已經有體認說 這個到最後它的後手就是造成 他可能問了三間的車行都沒有人願意收 然後他可能只能在車主群裡面用 相對於便宜的價格在流動 尤其當你那個車如果里程又開得高 你那個車根本就沒有辦法處理 好所以如果你前提之下你愛這個車 愛到沒名字不知道害怕 你如果有這樣的體認 當然你買這個車它很棒 你享受它的底盤 享受它語重不同的外表 法國的這個浪漫的情懷 對不對 那沒問題啊 你開這個車OK的啊 當然我是不建議大家考慮這麼多 我還是跟大家講你喜歡就買 可是問題是你 你如果當然你一台車你在買的時候 你就有體認說我三年五年我就換一台車的人 那你一定要考慮到後手的價格 那是一定會的嘛 你像馬沙拉蒂 對不對雖然我被強姦買了 但是我也覺得說反正 好比如說我打算一年後 了個100萬 好我有這個認知在了 那為什麼不能開 對不對 你要有這種體認嘛 你像我那麼愛我老婆 他愛花錢我也是讓他花 你愛他他要買什麼東西你不給嗎 給啊都不給 如果用便宜的幾千塊 甚至幾萬塊能換來老婆的笑容 這還不值得嗎 是不是這樣說 地關跟標誌選哪一台 小師說標誌 活到還買5008了 當然啦 你以為地關折舊好到哪裡去嗎 對不對 如果兩個差不多折舊的狀況之下 當然要選標誌啊 小師哥 小時候過年放鞭炮有沒有好笑的故事 沒有啊 小時候亂炸而已啊 小時候我們都是去 那個過年跟我同學啊 去我們社區那個公園有沒有 買了很多沖天砲 那時候我們也是小屁孩 然後對方也是小屁孩 然後我們就 看到小屁孩圓圓的對不對 沖天砲點了 拿在手上點喔 點了以後就往他那邊丟 沖天砲往那邊炸 我們就在那邊互炸 兩派人馬在那邊一直撐到沖天砲 撐到警察來 會有警察啊 有啊有警 我們那公園離警察局超近的喔 警察也會管這個 那時候過年不能放鞭炮好不好 那時候已經不行了 不行那時候已經不行放了 然後沖天砲用完就丟水鴻鴦啊 最後就丟仙女棒 沒有仙女棒 幫他慶生喔 停紅燈被後車追撞 對方保險公司說賣掉才可以 二手客兼加費用才是真的嗎 屁啦 聽他在唬爛 你去找各大汽車 或二手車工會各縣市都有 請他開那個 折舊 因為被撞了以後產生的折舊 他們會開一個證明單給你 那個就可以成為 呈堂證供 阿媽這樣很幸福喔 剛剛保險公司這樣很幸福 八代雅哥妥善率好嗎 維修不很貴 維修零件偏貴 可是妥善率還不錯 我跟你講八代我是認真覺得 他的妥善率真的很好 品質真的做得不錯 136跟146會條件哪 46啊 36的話你要付出 愛的程度要更高 因為零件更難找 然後 這個 年紀越大 問題更多 所以你如果要 136的話 可能要 更有愛一點 大改造的燈都去哪買 驗車有辦法驗嗎 大改造的燈就網路買啊 蝦皮很多啊 那賣大燈的啊 那驗車有沒有辦法驗 其實主要是說你有沒有給人家裝HID 有1滴嗎 你如果你的行照本來就乳素 那就乳素 基本上驗車都不太有什麼問題 再來跟大家分享啊 其實台灣本來有一個 應該驗車要驗 有一個項目是驗那個光型 他有一台儀器在驗那個光型 可是你們去驗車從來 你有去驗過 大燈的光型嗎 大部分只有喵你說 你滷素給人家改LED不行 就只有在喵你這個而已 那什麼時候有在喵你說 來儀器拿出來叫你大燈照 看有沒有切線 然後拿那個儀器出來測有沒有 沒有啊 可是其實我跟你講 驗車廠是有這一個關卡的 我記得沒錯的話 每個驗車廠其實有驗光型的那個儀器 有這一站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都沒在驗 監禮站才有驗光型沒有喔 我記得那個什麼 外驗代驗廠也有喔 因為我有認識 同行是有在開代驗廠的 台灣對於這個燈是很沒有那個的啦 你不要說改打鳥燈在路上跑啦 那原廠車媽 後霧燈天氣好好的後霧燈 你是媽沿路給你開著 我每次看到那個車 我都很想過去比他終止 我不知道後霧燈在開什麼 我不知道他是不懂他自己的車還是怎麼樣 你開了後霧燈你儀表多一個燈你不曉得嗎 要不然就是除非他覺得那個燈存在那邊是合理正常的 你如果說不小心就算 可是真的很常看到後霧燈開整路 12年R350養護維修朋友很高嗎 值得入手嗎 小問題蠻多的啦 對今天那個爆料公社有一個說什麼引擎爆掉是怎樣 我看不太懂 有蠻多人貼給我的 好像說Focus引擎爆掉還是什麼嘛 我記得好像說買80萬啦 80萬不是第二台 第一台MK3壞掉說半價30收 是喔 沒有其實這篇我再看一下 其實就是消費者在講的啦 那可是我覺得像這種東西我還是比較 覺得應該是要雙方面都出來 我是不知道他是買現金還是全額帶 可是有時候全額帶就很容易會遇到這種情形 可能一些車況沒那麼理想的車有機會啦 可是因為他說的很模糊嘛 什麼引擎爆掉引擎炸掉 到底是怎麼樣爆怎麼樣炸不曉得 以前我常常在直播 4年超過了4、5年了 我都會覺得說這個東西好像 我都會站在消費者的角度去判斷這個事情 可是自從這一兩年來我遇到了這麼多的 所謂的 一些對我們來說相較於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比較沒有那麼理想客人之後 我後來漸漸發現說 不是每個人都跟我們一樣 這麼不計較 應該是這樣講吧 就是當一件事情發生了以後 他一定是會 去挑對他有利的地方去說嘛 他既然要在一個 爆料公社去講這種東西 那他絕對不可能把自己的 講講出來嘛 就算 換成線上500多位觀眾朋友 你們要去爆料公社留言 你們也不會講到自己的錯 你們一定都會講到對方怎麼樣 對方怎麼樣 這是人的盲點 每個人都一樣 不是聖人 我也不是聖人 一定都有盲點 一定會站在自己的立場 站在自己角度去想 可是今天 慢慢的當我遭遇到這些事情之後 我站在一個 旁觀者的角度 那我就會去思考說 他寫出來的東西是不是單方面 我就會希望 聽另外一方面的東西 我想要知道事實的人貌 可是這個還有一個很大 除了被客人教育的以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跟大家分享 就是現在網軍太多 你現在包括這個政治 全部都在用網路帶風向來 操控所有人民 商業的也好 政治的也好 一直不斷的在企圖用 他們想要你 走的那個方向 來洗你的腦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要練習 一件事 當我們看到一個報導 我們看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不要 先入為主 先試著自己 跳出來 旁邊 往另外一個方面思考一下 我覺得不是只有我而已 我覺得每一個人 你們都應該要 這種 認知跟想法 所有的媒體 所有的報導 網頁新聞 任何一個地方 甚至你現在在看我的直播 也許也是 我搞不好在洗你的腦 有沒有 快把錢給我 趕快來買 這個開運手環 行運運運手 趕快來跟我買車 對啦就是我講的 結論不要下的太快 可是先看留言我也會看 可是我覺得 看留言也沒有 因為留言就是風向 因為網均就是從留言去帶風向的 我先看留言是我在看有沒有好笑的留言 因為我覺得有些留言很好笑 之前那個正言法師那個有沒有 人有因果關係對不對 你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 你如果今天這個你笑了別人 以後你也會遭受到相同的磨難 有沒有下面就有很多哈哈哈 眼眶橫加土地好多笑死 哈哈哈比爾蓋茲 窮兒只剩錢而已笑死 有沒有 類似這種我在看好笑的 留言 我常去看那些二手車被騙的那些爆料公社 Dcar什麼下面留言會講 還有PTT也會 他說買車怎麼不找有名的YT買 至少不會被騙 我跟你講 我不只一次的跟大家強調 不是拍YT的都是好的 包括我重點是包括我 有人說小事你在YT上這麼紅 我不用怕 不要拜託 你先跳出來觀察清楚 每個你都去看 看完你再去選擇你想選擇的 不用相信我 叫你說你要不要去試車 小事不用試了啦 小事你那個YT這麼有名這麼紅 你的車我相信你 我說不要不要相信我去試 你要抱著 懷疑的心態去試我的東西 你要懷疑說小事媽的是不是真的就如同 你這一陣子做功課以來 這樣子你去試 你今天來到這邊 你遇到小事 跟小事聊天 你也是來驗證說小事是不是真的像 螢光幕前面 是這麼好相處 這麼這麼歡樂 你也要感受一下 要不然你幹嘛來現場 你除了來鑑定車以外 你還要鑑定我 我還甚至跟客人講說 去把車頂起來 把車頂起來看 有沒有漏油什麼什麼 我們那邊有那個頂高筋你去頂 不用小事我就是不想頂我才來找你的 我說沒有拜託去頂 我求你 你相信我我很開心 可是我跟你講問題都是這樣來的 男生女生分手 最常說一句話 我這麼相信你 你竟然背叛我 你竟然離我而去 我當初他媽的 我有沒有叫你試 我有沒有叫你看 你都不用你都要相信我 我沒有求你相信我是你願意相信我的 叫人家來揮 對不對 何必這樣 就算是你親朋好友 我跟你講 今天也才一個 在這個粉絲頁訊息給我 說小事哥我覺得我受騙了 我去什麼我同事的朋友的店裡 買一個車他跟我說什麼 沒有事故 結果我去園長查 修了換了大燈 換了寶桿內鐵 什麼葉子板 然後我覺得我是被騙怎麼辦 我這麼相信他 我說你相信人家沒有用 你合約怎麼簽 有換過這些東西他就應該要負責 那就是叫去找他負責沒什麼好講 不負責就告他 朋友也一樣 對不對 當朋友來跟你借錢 你沒借他可能朋友消失了 朋友來跟你借錢你借他錢了 到時候朋友連錢都一起消失 賠更多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不管你看了多少的網路行銷 我也在行銷 我不是嗎 我開了直播開四五年 我沒有在行銷嗎 我一直都在行銷 你看這個 SpaLine照下去 高清鏡頭照下去 一表人才 旁邊再加上放了一個這個 象徵公平的正義女神 我也在行銷壞的形象 每個禮拜開直播 我們沒有在行銷有 我們也在行銷 但是我是說 再怎麼樣強大的行銷 消費者還是要懂得去驗證 不要相信網頁什麼東西 有的沒有的 我只是讓你說 藉由這個平台 你認識我 你多知道 一個 有在賣二手車的地方 好啦反正我就是說 大家這個因為現在媒體的行銷 真的很誇張啦 我剛剛講政治啊 賣東西 商人都一樣 真的不要一股腦就被洗了 自己要去做功課 去做驗證 那我也不是在講說 拍 我不是在影射說 拍YouTube不好 我講的不只是 車子這個行業 對不對 因為現在各行各業 都有在拍YouTube 那你如果要抱這個信號 他有在拍 那他就是可以信任 那我覺得你這個前提之下 認知上就會有一點問題 快要過年了 要買電動玩具給小朋友 還是什麼送人的 夜貓電玩 好不好 你們有需要買電玩相關的 片子也好啊 主機Switch PS5 Xbox都好 好不好這邊大家這個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夜貓電玩 夜貓子的夜貓 那情趣夢天堂這個比我們還紅 應該不用太多介紹了 好不好 然後這個 雙鏡頭行車記錄器 我跟你講 你去看我們那個FIT 這一次 在車上 試車的那個 照我的這個 偏右側 帥氣的右側的側臉 的那個鏡頭 就是用這一個 清楚到可以拿來當我們 拍攝影片的 畫面你就知道了 我們的Podcast 一直叫船 掉到100名了 還沒看到你 要船Pornhub才有人要聽 好啊 我叫阿呆船 停車時常方向板打到底 會有什麼影響嗎 不好喔 方向機壓力過大 就會比較快壞 建議不要常常打到底啦 還有停車建議你的輪胎一定要回正 不要歪一邊停 然後停車建議 不要停高低差 輪胎不要壓到異物 好不好你如果停完車發現輪胎有壓到石頭或什麼盡量再喬一下 不要懶得弄 那個放久輪胎也會壞掉 那歪一邊 傾斜一邊久而久之 底盤那個輪胎都會都會比較快壞 電子方向機也不能打到底 你站在一個物理學的角度我不懂啦 但我站在一個物理學的角度 你每個東西你都要把它弄到最大的角度最大的壓力 那對於電子的bump 一樣它是壓力最大的時候 小師哥請問停車時踩煞車踏板有異音 而且要踩很深是背地氣化 有可能或是裡面有空氣要快點去檢查 好不好 我的車因為停在戶外之前不會顧車 很少打蠟保養 導致車頂的漆面金油層現在都沒了 但設計跟底氣完整只有向霧消光 如果他只是金油層霧化的話 你可以先嘗試去給人家打出蠟 做個汽車美容花個幾千塊先打看看 他可以再撐個一陣子 那當然你去考七是最好最快 但你如果暫時沒有那個時間跟預算 因為你考七隨便留車都要留個一個禮拜以上 如果想像唐老大一樣開到期挑戰者在台灣會很難養嗎 還是乖乖開野馬就好 基本上我覺得 如果你是老野馬的話跟挑戰者基本上照顧起來差不多 你如果要開的新野馬會比較好養 因為新野馬總代理有 所以會比較好養一點 熄火或聽到小聲的金屬敲打的聲 是因為大叔熄火時間不夠久 不是 我跟你講車子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在一個相對安靜的地方 然後你車開完熄火你會聽到金屬 那種聲音 我跟你講熱脹冷縮的聲音 你有一些這個比如說 有點類似排氣管 那個東西都會熱脹冷縮 包括引擎其實也會 剛換了一台二手的四代森林人XT 請問這台車有什麼特別注意的地方 這台車的前車主流的煙味有點重 我煙味這個問題就有一點 頭痛了 每個人對於煙味聞起來的認知感 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我能夠接受 有些有抽煙的 他去沽車他聞不到煙味 那有些沒抽煙的 只要一點點的煙味 他聞了就覺得不行 你如果要完全處理 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你的裡面的風箱 就是那個室內的濾網什麼 一定都要換新 風箱一定都要做清潔 再來一個就是 天篷 你用X是沒有用的 要清洗 你的門板也要清洗殺菌 你的地毯椅子 全部都要清洗殺菌 你的冷氣系統 所有的風箱的管路 整個冷氣的管路 全部都要清洗過 或臭氧殺菌過 這樣才有辦法 解決 而且我遇過有一些人 就算我們這樣處理完 他還是覺得有煙味 不是他的錯 也不是我們的錯 因為每個人體質真的不一樣 有些女孩子三分鐘 他就OK了 來就不合 結果就是 對不對 有些媽你30分鐘 三個小時他都覺得 今天表現不太好 類似對不對 有一些 哇 對不對 好不要再講下去 等一下枉標 賞車甚至試乘 卻沒有買 小師怎麼看待這種客人很常見嗎 很常見啊 這哪有什麼看待 這不用什麼看待 你開一個服飾店 人家穿一穿 不好意思謝謝我再看看 你能怎樣 回來 你他媽的 褲子也試穿了 衣服他媽的黃色也給我穿 綠色也給我穿 現在說要換黑的 我也給你了 L說太大 我有沒有拿M的來 你就穿了 你現在說什麼 再看看 你要去哪裡看 櫃台付錢 不買 試完不買 這樣對嗎 我們可能這樣嗎 不可能嗎 對啊這沒有什麼 這沒有什麼 這很常見啊 沒有怎麼看待 這就是我們開店做生意 就是要給人家這樣 你難道會說 不好意思 小姐你穿三件 不能再穿 你有要買嗎 不好意思 你穿五件 你有要買嗎 沒有買不能再穿 不行嘛 馬三一代18萬 建議換買一區一城 看你的錢 看你荷包 荷包不夠錢 就繼續開囉 不然勒 到底 小師都看誰的YouTube 我都看車的比較多 像我就會看那個 不然我現在開 要不要我現在開我的那個YouTube首頁 看到推薦什麼 我是韓國瑜伽老師 韓國瑜伽老師 韓國瑜伽老師 還有打爵士鼓的 有啊上次那個皮子有貼啊 穿很低胸在露營的啊 穿很低胸在煮菜的啊 皮子每天都在貼那些東西 最近最有名的是一個越南的泡溫泉 好像說幾天就破百萬瀏覽 最近很出名新聞有爆啊 你有嗎 你拍我嗎 沒有 你是想被進豬籠是不是 我看一下我都看什麼啦 比如說像我現在出現的是 柏恩嘛 還有老高 今天剛好是老高發片 一定會講 還有脫口秀 館長的 方旭勇的 車子的 格鬥技的我也蠻多推播的 還有Man's Game啊 達康啊 薩泰兒啊 麻蓮姐 關注我 我是麻蓮姐 大家好我是麻蓮姐 關注我 啊阿滴的啊 大概就這些吧 2005年TT要注意什麼 要注意很多耶 他那個又有環保材質 變速箱 引擎有沒有 吃雞油什麼 那個問題很多 那個頭到尾可能都要注意了啦 要注意事情太多了 以前洗美美規跟台規會差很多嗎 差很多喔 那個整個結構板件啊 組裝啊都差很多 我跟你講那個到現在你來看最準 那時候 車子還新的時候 說會差很多沒有人相信 你到現在你在路上去看台規的 K6跟美規的K6 你去看他們車體結構的狀況你就知道 為什麼這樣差很多 最新一代會不會為了油耗犧牲板經濟度降低安全性 應該是不會啦 沒有人會這樣子做啦 最想唱哪首歌送給 板娘 你永遠不懂我傷悲 想白天不懂也得黑 白天不懂也得黑 我們公司本來吃飯店變吃外匯 還有吃很好很多都取消了好不好 我跟你講唱那個 吃那個也沒什麼意義啊 講難聽一點 每個人都要吃自己的 也沒有人在忽然老闆啊 跟你去吃人家的那個結婚一樣 上面新人在致辭的時候你心裡只想說龍蝦什麼時候要上而已 我想要吃紅燦米 我怎麼還沒來 你在管他們結婚多感人 你想太多好不好 剛剛有人問齁 我們車上架到16號之前 好不好16號之後就不會再有車上架了 這幾天陸續就會稀稀落落有一些車上架 小兵力已經賣掉有影片 有影片 有影片 還在撿 小兵力聽說很難撿 檔案太碎拍太久了 很難撿 我們每台車收進來都會洗內裝嗎 不會喔不一定喔 你說拆地毯吧 不一定會拆喔 2011年四門馬三里城包很多 和同條件的Vios成A差很多嗎 養起來喔不會啊養起來不會差很多啊 小私有考慮要開一個 唱歌台嗎 有人要看嗎 有人要看我就開 我還蠻喜歡唱歌的啦 真的 所以就才會記那麼多歌啊 好啦 掰掰 下禮拜見喔 關注我